你们知道这台是什么车吗 这台车叫做引库 之前有一个中国的网红开着这台车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台C segment的AXUV即将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大家对这款车有没有兴趣呢 来今天带大家看一看这个GAC的引库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你看现在我人都要死 但是还是要为大家带来这个 第一手的新车介绍 我必须讲老实话可能是年龄的关系 这一次 GAC在 邀请我们来广州试驾的车子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台引库 首先 这台车的外观设计真的是非常的酷炫 我觉得还比GX3更酷一点点 而且呢这个颜色 也是我的菜 你可以看到它的头真竹 非常非常的细致 就是在目前的这一个同级别车款里面 你很少可以看到 细节那么讲究的这个 设计 然后它还有一个 这个獠牙式的日间行车灯 这个基本上就是GX3新的家族设计啦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前面有CAMELA 也就是讲这辆车是有360度镜头的 然后它这个水箱护照就是这个 雾色 就是车身的颜色跟这个Chrome 连接起来的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是优价车型 也就是讲他们已经Ready for Malaysia Market 但是我暂时还不清楚这辆车在马来西亚的上市时间啦 不过我觉得 既然优价已经有了 所以应该是非常快的 然后这款车会以CKD的方式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它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主要对手就是 H70 CRV CSI 还有 H35 等等 你觉得这一款车呢 它会有机会打败这些对手吗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轮泉设计 你喜欢这个花花的轮泉设计吗 它的平台处设计是 235 55 R19 基本上跟这个S50的顶级车款是一样的 然后同样的这台车它基本上它就是采用了一个 隐藏式门把的设计 现在的中国品牌确实都很喜欢用这样子的这个 设计风格 要跟大家抱歉一下因为这边有很多人在试车所以可能收音会有点嘈杂 请大家多多见谅啦 我尽量去skip到这个声音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尾的 这个车尾你可以看到它采用一个 假双出排气围管的设计 讲老实话看起来是有点好看 OK 这个是真的有活的让我蛮喜欢的 然后它的这个灯阻非常的小 细细一个长条 这样子的设计风格 然后 它的这个围箱的空间呢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 就是 一般的家庭 使用应该会足够 然后你觉得这个车的外观设计 你喜欢吗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OK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看的就是这个 影库的内装设计 基本上他们的方向盘设计都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中间这个超级大的触屏主机 原厂表示它的处理器是8155 虽然可能有一个更新的处理器 但是815其实也非常强劲的 重点是马来西亚版本其实是支援这个 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的 不过在中国版本应该是没有 不用紧 买起来有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这个 仪表是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如果你在驾车的时候这样子看的话其实还OK 不过可能反光会比较严重点 但是这个 主机的反光就还好 如果它的冷气出风口的质感也是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到吗 它是这样子的设计风格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风格讲老实话 然后如果你是要调整的这个温度的话是在这边的 看到吗 它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你按了过后它就可以调整这个温度 这个设计还蛮特别的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你看它的这个质感 这边是真的皮革来的 然后这边是软质的塑胶 所以这辆车的内装质感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然后往下看它这个是double signal 然后引擎启动键 然后有水晶的这一个 电子排档杆跟电子手刹车 这个设计真的很像Volvo 然后这边是一个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基本上这台车的这个椅子 还蛮柔软的 所以坐起来应该还蛮舒服 至于后座的空间表现 我其实早上稍微体验了一下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你可以看到 它中间基本上是平的 而且有冷气出空口 所以如果是讲你坐在后面的话 你的家人应该还会蛮舒适的 这个 这台车基本上主打的就是舒适啊 而且它的轴距达到了2750mm 所以我相信这台车的空间表现 应该可以买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啦 现在我们试的是这个影库的 2.0混动版本 来试一下它的底盘表现怎么样 OK GO WOW 这个混动 我这东西有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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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啦,各位朋友,这个就是我们为引库带来的简单新车介绍 大家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不过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款车的售价啦 你觉得会卖多少钱,可以发表那个看法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